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习近平2013年三中全会之后开始正式反腐 对吧 因为三中全会之后 周共康才正式敲目声被抓嘛 所以从2013年到2018年年初 现在七个上将出事了 然后整个武警部队被干掉 武警部队的上层全都被干掉 那在习近平这次大力的打杀中 将军大概折了 有人说八十多个将军 少将以上的军官被抓 出事了 还有的说什么72家房客 有那电影 说还差一家就72家房客了 有人说是70多个 但他统计的说法 也开玩笑的说法 说习近平干掉了 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军 干掉了八十多个到九十个 这个总数远远超过了 这个红军逃跑的时候 万里长征 那超过了抗日战争 超过了国民党跟共产党打仗 超过了中共建政历史当中 前后当中所有大的战役 我估计总和那数都没有这么多 但人家没有跟这个文革相比 我也没有文革那数说 多少将军出事了 当时给打进 打到哪去了 那没有 但是习近平这一次 把这么多将军干掉 估计如果能比的话只有文革 所以习近平就要兼比这个 可以兼比毛泽东 但这些将军出事呢 走到防风辉那时候呢 让我们看起来是比较有趣 在我眼睛里就是比较有趣 因为前面两个 徐才厚郭步雄整个出事之后 他那一波的军委都没弄干净 然后这一波的军委又连续出事 那你说如果两波 一波军委十年 两波都短在一起的话 你说这军队怎么办 是 所以就是说军队要打仗 要长大 在我眼睛里都是胡说 就是开玩笑 习近平在真正内部当中 他对军队的掌控到现在 我不相信他有多大信心 他也谈不上信心 他也不谈信心 他就是今天我就这么着了 我只能这么着了 爱咋咋了 对吧 爱咋咋了 所以走到现在 那在这个过程中 他跟别人不但一样的 就是他 你可以说他叫独裁吧 他自己单挑 他把自己挑在对立面上 在军队也一样 潘晓涛 这是一个资深的媒体人 在今天在美国 在这个 苹果日报上写篇文章 习近平阅兵和将军们的自杀 他阅兵夺起兵权嘛 表现军委主席的概念 但是将军们都死了 到上星期三 中央军委历史性的举行 开训 动员大会 身穿迷彩服的军委主席习近平 率领全体中央委员 全体中央军委委员成员 在河北宝丁陆军某团 把场的主会场 这个 简约台 向在场的七千多名官兵 以及四千多个分会场的各兵种 发出 开始军训号令 这是东迅 他说东迅 应该在全军从来没有过 没有过 他说在过去解放军很少东迅 一开始 全军一起进行训练就几乎没有了 为什么突然在沙场 沙场出现这种 沙场军训的东迅的概念 在他的评论中 他说呢 今天解放军的实战能力太差 体能太差 是2015年曾经有报道说 有些连队 有些部队 五公里越野 百分之四十的人跑不下来 百分之四十的职业军人 连五公里的越野跑都完成不了 他说那其他都不用说了 那也是五公里才 五公里 一公里一千米 那才五千米五千米跑不下来 你是个军人 职业军人打仗的 这事 那换个角度来讲 竟喝酒了 竟泡妞了 那他怎么跑 那是不泡妞 他连长怎么升营长 不喝酒 营长怎么升团长 还这个 那那如果你赖他的话 他说了你们家 你们家总司令 你们家军委主席都是这样的 那我要那么干的话 我早就回家种地去了 我为了不想回家种地 我只能顺着他走 我有什么错呀 你能说我错吗 你们家体制是这问题 所以习近平现在触及到的问题 是他反对的是原来总个党的体制 每一个具体人 是在这个体制当中的具体的工作表现 再过十年 人家反他习近平的时候 如果他不把共产党废了的时候 人家同样反的是这个体制 对不对 那这东西就这么回事了 要不然怎么会有胡耀邦的朝雪平反呢 所以共产党要是孙子才怪呢 他不配是孙子 孙子是人啊 他能是你孙子吗 不能 他没资格是孙子 他是魔鬼 文章讲说体能只是军人的基本要求 在体能的基础上一定有各自专业的要求 是 那军训都是常规的 那不仅仅是体能射击等项目 又不是不是说穿上迷彩服你就成军人了 是这么回事 但是呢 中央电视台 七点半 七点钟的新闻联播 连续两晚播了二十多分钟 而人民日报的画面几乎是全版 那讲的是训练军队的作战能力 但实际看出来都是纯粹的军队内务事物 为什么需要大肆宣传 他说美军 美国军人 他的训练是一年四季的 没有任何人报道 是 那媒体都是人家个人的 跟你军队训练有什么关系 军队是老百姓用交的税养的 养的军人 那你军人做这份工作 拿了老百姓的这份大税人的钱 他就要做好自己应该做的一份本分的责任 所以军训只是他的一份责任 现在不是 在中共体制当中 把把所有东西都把人妖魔化 把共产党神化 人成了妖魔化 共产党成了神化的时候 那共产党的概念 谁有权利 谁拿共产党把所有人干死 包括军人 对吧 所以他所有人被干死的过程 在彰显党的伟大过程 现在还是 所以我个人的说节目就一再跟大家分享 就是从这些表面的政治事件中看到 共产党生命的邪恶 当然画面里面显示出来的 习近平跟中部战区的军人交流 那军人们一起嚷 说做习主席的好战士 这是很厉害 你记住 他没说做党的好士兵 他做习主席的好战士 他说这不是毛泽东时代 做毛主席的好战士的翻版吗 很明显 这种军训叫巧利明目 七百七千官兵是布景 宣传习近平才是真的 每隔一段时间 干这么一段事情 来彰显习近平的军权 震慑军内不满 不满情绪 提升军队士气的手段 是 做习主席的好士兵 这么嚷嚷下去 哪个军人敢反习主席 哪个军官敢反习主席 让他们之间有一些疑惑 他只能叫疑惑了 你要去杀习近平 带兵打习近平 带兵打去 对不对 人家军人天天在那 做习主席的好士兵 不是党的好士兵 做习主席的好士兵 你说咱上中大海 把中大海给他评了 这个说不对吧 我们是宣传口号正说 所以习近平用这样的方式 走到把习主席压到最基层 来访是出现军事政变 有人说你开玩笑 不好说现在 不好说 文章里说 每次军中拿下大老虎的时候 都正好是大阅兵 2015年 大阅兵 徐才厚被干掉 郭富雄被开掉 2017年 沙场阅兵 张扬防风辉 双双被干掉 全军开顺 这次这个东迅 那张扬自杀 防风辉被审 我觉得这稍微有点牵强了 因为你整个大阅兵 我觉得没有这么小的 这个这个有点太小 他的阅兵概念超过这个范围 实际 习近平为了军权 先是反腐清洗将军 再提拔自己认可的将军 最后以军改之名 打散军队的传统建制 全面收缴军队指挥调动权 是 去年 去年一共有16万军人退役 60多名将军被抓 自杀不在少数 他说2012年到2016年 不算17年 自杀 自杀者 他说 少将以上的军官自杀 15个 去年4月 王建平 这是原来的 这个这个这个 武警的 王建平 王建平在看守所 用筷子 捅了自己的动脉进行自杀 净动脉自杀 哇 那这个是 那这是非常麻烦的 所以 他们自杀的行为 就是向习近平抗争的行为 这是没错的 那 中共的喉舌 说他们被罪自杀 那对张扬进行鞭尸 说这叫可耻的方式 结束自己的一生 他说 但是呢 郭伯雄贪污 金 贪污金额呢 非常惊人 大概说 由200亿到上千亿 那不过只判了无期 是他 习近平没有杀 因为反腐杀过任何人 其他将领呢 为什么要为罪自杀 我觉得这个对称呢 很厉害 那 他们自杀就是以死明智 向习近平抗议 没错 所以你看到张扬自杀 在军报出现了鞭尸的做法 你为张扬的自杀 自杀会给其他军官 带来相当大的影响 当有一天他不要自杀 他说我为什么死 我非得 反正我得死 我杀了你 反正我得遭受这份侮辱 我一定找机会杀了你 他是军人 对不对 有人说他不给他机会 那随便了 十年文革 无数干部被打倒 但很少有军方将领自杀 那是 八年抗战 只有左权和彭雪 叫彭雪什么 疯啊 两个将军 两个将军死了 而国共内战 只不过十多名中共将领死了 而习近平的整军 如此之多的将领 非正常死亡 除了反映军内的贪腐严重 更加反映出 军队内部不满之强烈 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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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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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